伊拉克政府郡從伊斯蘭國手中控制了廢勞結成的南部邊緣地區 據報導有平民企圖越過有法拉底河圖里這個城市時喪生 比利時一列載客火車星期日晚在東部撞向一列貨運列車 造成3死40傷,事件原因未明 敘利亞國家媒體報導稱政府軍迫近伊斯蘭國大本營拉卡省 同時獲美國支持的戰事亦報告獲得軍事進展 據秘魯大選的初步點票結果顯示 全世界銀行經濟學家擊敗目前被囚禁的前總統騰森的類義 瑞士選民拒絕政府提出保障所有公民的基本收入立法 投票結果是75%反對建議